的病是笼罩在夫妻俩头上的一朵乌云 让他们最难受的 就是看到了骨髓配型成功的希望 却酬不起给孩子看病的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 黄女士选择了顶住压力 拼命赚钱 李先生却选择了得过解过 昏昏度日 看到场上垂头丧气的夫妻俩 观察员朱永竹认为 遇到问题 夫妻俩要学会共同面对 黄女士 人生无常 最难面对 你孩子得了这样的一个病 真的很不容易 而这个家庭当中 又没有一个能跟你共同面对的 这个可能是让你心里面最难过的 黄女士感觉你的丈夫 可能没有担当起 她作为父亲的这样一个责任 而且她有负债 而且这种负债是没有必要的 这种负债 也不努力 这个让你很难受 也很抓狂 这种抓狂体现在 当你的丈夫不回家的时候 你通过打孩子来发泄自己的心中的愤怒 然后把这个照片发给他 其实就是一种威胁 你这种威胁其实就是一种刺激嘛 你想刺激他让他醒过来嘛 他依然是麻木的 他没有相应的或者你期待的那种反应 李先生的话呢 你对不管是婚姻生活还是孩子这件事情 有种逃避的感觉 你就像一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 我相信你心里面也有很多的苦 你解决不了 找不到出路无法面对 当你一次一次不面对的时候就长不大嘛 不能面对妻子的焦虑 他会催你 催你去赚钱 但是你仍然像个孩子一样去玩 这是第一个焦虑 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焦虑呢 他觉得亏欠孩子 尤其是孩子生了病以后 不能给孩子将来保障 而这两个焦虑你都没法解决 然后你选择的就是逃避 最想讲的就是你们家这个孩子 真的是一种不幸 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这种不幸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幸 你们夫妻感情不行啊 你这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还挺成熟的 这种成熟是逼出来的 他一方面要安慰妈妈 另一方面呢要去协调爸爸 所以他无暇去安慰自己 所以这个孩子特别敏感 当妈妈因为爸爸心情糟糕的时候 他去逗妈妈 而且帮爸爸去说谎 你说你的孩子 他承担了一个 他并不是他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 你的孩子内心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这种成熟是有代价 他压抑了自己内心的不快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很难过 很伤心 一个在逃避 一个又很焦虑 根本没有时间 没有那个能力去安慰他 孩子可能在你们面前 只能装出一份成熟和快乐的样子 因为你们也成熟不了多少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 最重要的真的是调整你们的夫妻关系 现实也就这样了 就是夫妻关系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李先生你更多的 如果他还是在逃避和负面的方向去走的话 那真的是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更希望两个人 在面对家庭这种大灾大难面前 希望是你们两个人是彼此扶持 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 目前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